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任務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周年晃先生 第二位是陳靖蘭小姐 還有一位是立法委員 一直在南投生根經營的蔡黃郎蔡委員 還有另外一位是王世綺小姐 她也是一位資深媒體人 那麼作為資深媒體人 如果沒有去檢調那邊問訊一下 特徵族有跟你問過話 我覺得真的是不夠名嘴 訓掉了 訓掉了 那就是資深媒體人 不能講說是名嘴 OK 你看 就是蔡玉珍跟這個汪潔明 前天 他們兩個前天 去問訓之後 蔡玉珍 這已經是 這個台灣有兩個名女人 現在很紅喔 蔡玉珍說 他不能透露偵查內容 但我很確定 馬在任期前 今年內就會先下台了 OK 然後他還說 不要擔心吳敦義接任 過度實期而已 所以這完全符合 人家說人比較厚 台語說不可以聽一位 鄭大哥有這句嘛 對不對 對 我們一直想說 吳敦義的八字是有總統的 OK 不管是生的時辰 八字大概有七個字 都是會做總統的那個位置這樣 那一直想他怎麼能夠做到總統呢 撿人家剩下的 千萬不要小看白色的力量 對 不要小看八字的力量 OK 所以呢 其實他如果繼任 那不要說做幾天 我做一天我也是做過總統 對嘛 我這八字也算是贏 對 那個卸任禮遇就不一樣了 就跳一級了 是是是 然後呢 最主要 不自明與不一樣 承認中華民國總統 蔡玉珍最主要在政論節目提及 因為頂星衛家101大樓董監事名單 胡定吳是頂固公司的董事 也是頂星衛家自己人 那麼所以呢 蔡玉珍說 胡定吳跟馬英九就讀中國 建國中學時候就認識 兩人後來參與太大學生代聯會 胡定吳先生任代聯會主席時 馬英九是秘書長 兩人趕機要 這樣子我們以後 還好我們也沒有同學會做總統 不然這樣有點 有點隱色啦 美人姐您剛剛問一下 另外一個蔡先生 他跟他同鄉 他們會不會出總統啊 OK 男同會不會出總統 那所以呢 這個昨天的這個 曾經很接近啦 請問你昨天的這個 訓問重點會是什麼 舊文 其實因為傳這兩個人去 那可是我發現他們兩個人 說法南原北側 對 因為王傑民他是認為說 這案子根本辦不下去 是 因為他認為都有斷點 就是不管哪一個案子 到最後都有一個斷點出現 而到那邊就沒有辦法再網上查 所以我也不曉得蔡醫生這個判斷 從何而來 而且這個政治憲勁案呢 已經約談傳訊60個人次了耶 對 都只有約談不搜索 對啊 我補充一下 蔡玉珍常常講 他講這個事情不是頭一次講 他還講說有一個算命的某某某 講的就是跟他講的一樣 他就是說 吳敦義一定會上 那馬英九一定會下 那個是算命師 誰誰誰誰講的 誰預言的等等等等 所以他其實一直在論述 同樣的一個話 那算命師那麼多 對 那請問你 如果馬 那如果好 這個劇本要演成這樣子的話 要有一些要件嘛 對不對 有一些要件 我說金普通下台 他是一個要件 6號 我認為這個都是 可能涉及到特診組 現在正在查的這些案子 就是李鴻炎的北約談 李鴻炎北約談 有可能是找對價關係 是找對價 行政跟金領有沒有對價 就是說 張凡要去當營建署長有關 對 就是三重的那塊地 那康秉正就是街頭的人嘛 所以你看 特診組不會十八圓圓 他已經約談了五十多人 如果他沒有一點線索 沒有蛛絲馬跡 或者沒有一些實證的話 你這樣約五六十個 你以後會被選 到時候出來沒什麼 那你實在 如果約了這麼大的一大圈 然後結論是 什麼都沒有 長十句 我覺得那個會翻掉 而且你看他人數 因為約那麼多 所以喔 就會很 如果有人說謊 就很容易會有破口 因為你很難保證 五六十個人 大家口徑都要一致 就大家口徑一致 你可能查不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查那個 但是不太可能 我知道說 或許政黨倫理之後 我們走過壁流行跡 有些事情可能會被追查 另外第二個就是斷點 我趕快走 或許有一些事情 再查到最後會牽涉到我 那我先走 王卓君是插什麼事 一定是競爭出手 王卓君一直都是很爭議的 一年多以前 就有一個很爭議的媒體 本來要報他一件 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後來被戳掉了 戳掉 據說有金普聰出手 還有馬總統也出手 據說啦 那報導這個新聞的記者 已經死掉了 結果死掉了 檢舉人已經下落不明 突然不見了 到現在也下落不明 那接受到檢舉的這些 這個立法委員 到現在 這個非常的驚怕 曾經說有發生一些事情 都是我們看到的 但是當時一年多以前 王卓君在立法院裡面 報售八公斤 就這個事件的時候 報售八公斤 而且這個媒體 寫出的一個草稿 本來要去印刷 明天要出看到 這個大樣我看過 你看過 你也看過 我看過啊 接到檢舉的那個立委也看過 檢舉的立委拿給我看的啊 他就說到我旁邊給我看 這個我也看過啊 但因為內容我沒有細看 只知道寫的是王卓君 標題是什麼 標題就是 大概 大概跟女色還有接受潰證 不當潰證有關係 因為後來王卓君自己在立法院裡面 他有提到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大家講說 你幹嘛對號入座 是那一期的封面故事嗎 那封面故事寫怎樣 標題還記不記得 就是他有接受不當的性招待 還有就是所謂 金錢跟女色的糾紛 接受不當潰證 大概是這樣的糾紛 然後有檢舉人 然後本來要寫啦 這個雜誌本來要登啦 後來就不了了之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為什麼壓得下來呢 大樣我看過 為什麼壓得下來呢 這個就已經到國安層級了 聽說有很高層級 那個 所有的證證的禮物 是來自中國嗎 不是 不是 是豪華 不是 等一下我們先講一下 因為第一個 我知道那個雜誌很不容易壓得下來 對 有時候用錢都壓不下來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黎晃你也了解 大樣出來是到禮拜七 禮拜二 因為其實 因為禮拜三 他們早上就出刊 就全部鋪出去囉 其實就是 羅書類有拿到大樣 他在手機裡面有收到 那已經到禮拜二的傍晚了 照理說 正常的雜誌的印刷程序 是我大樣出來 總編輯看過覺得 尤其封面的故事嘛 總編輯看過沒問題 印刷機就開始印了 那顯然就是大樣出來 表示說這個稿子 其實已經寫好了 內文也都搭配好 就是一套的嘛 那會第二天出刊沒有出現 表示說臨時是被抽掉的 對啊 那要臨時再做一個大樣 臨時 就是可能把 內文其他的 原本沒那麼重要的 把它做成封面故事這樣 那個對雜誌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他們怎麼知道 那一集的大樣是他 因為他一週刊的寫字 譬如說我要寫你 我一定會問你的回憶 最後啦 壓到最後 對他最後一定會問嘛 那一問就知道啦 比如說明天要出開 我壓到今天傍晚問你 對這件事情你有什麼看法 然後他才有一個小方塊嘛 他平衡 那你就會知道啊 當事人就知道啦 那怎麼會一樣的下來 其實這個事件 整個立法院所有的記者 還有警政署裡面 幾乎所有的 包括一般警員 都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後來就是沒有報 這不知道是王祖金名好啊 兩大尾啊 還是說 確實是有很影響國家的人 有辦法把這個案件給他扣下來 各位還記得嗎 以前宜祖坎要報陳信宇啊 他的那個緋聞 也不能說緋聞 這跟男女朋友的事情 錄影帶有沒有 我曾經那個時候了解到 這個總統府陳水扁 用了高層的力量 國安力量 去跟宜祖坎接觸 其他人說這個不要摸出來 不要摸出來 不要摸出來 但是沒有用 還是摸出來 但是略有修改 略有修改 把那個比較不堪的 沒有把它摸出來 或者是比較不符合切實的 沒有摸出來 但是還是摸喔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 這是影射啊 因為那個影射 所以這個媒體是很難壓下來 沒有啦 什麼媒體很難壓下來 那就是為什麼會政黨輪替啊 你們壓不下來 人家就壓得下來啊 你們不夠力啦 對啊 因為以我對一週刊跟蘋果的了解 我自己在蘋果服務過 所以我很清楚 的確 黎智英旗下的這兩個媒體 你要用外部的力量把它壓下來 其實不容易 那目前我所了解的案例 大概要嘛第一個是通路的力量 因為他必須靠通路 對 他要去超商賣 要撲貨嘛 對 要嘛就是那種很高層的黨政的力量 特別如果加上特 就是情治單位的力量的話 是比較有可能 通路力量沒那麼大 你記不記得台北市長王卓軍本來說 那個一週刊不要給他上 結果還是沒有用啊 他說他的那個不堪入目嘛 曾經台北市本來在說 不要給你用開 那個不是通路的力量 那個是政府政治力在干預 那個我也反對 你任何政府你沒有權利要求 哪一個媒體能上哪一個媒體不能上 因為這是新聞質疑 我講的通路的力量是發自於通路的內部 就是我不讓你上架嘛 那你能怎樣 那你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接受性招待 有金錢的潰贈這個事情 是發生在什麼時候 就一年半以前啊 一年半以前到現在很久了啊 我覺得王卓軍也是很重要 因為1998年 馬英九上來台北市長以後 就一路力挺 曾經王卓軍的資格已經到扁政府 可以去當警政署副署長 他還押著不讓他走 還是讓他留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直到他自己當了2008年當了總統 他才把他再帶到這個警政署長的一個位置 曾經陳水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的位置就已經可以升到警政署副署長 他都押著不走 但我要說他真的是馬旁邊 一路上帶著很重要的人 一個是金普聰一個是王卓軍 不管處理各種的街頭 319的那個街頭 所有的事情的處理 都是他一下令就開始配合處理 這一路上來馬英九 如果有今天的政治位置裡面 很多的操作 必須要警察配合的時候 其實王卓軍都會在旁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王卓軍幾個 五個 六十幾 六十幾 還算年輕啊 他還要一年 還要一年 好 其實平常也因為 跑新聞的關係 我們會接觸企業界 那我是有接觸一個企業界的老闆 他是跟我講說 他大概一邊的選舉 他都差不多要傳兩億了 兩億 那兩億不是有特定的一個人 他是藍綠都給 兩邊壓寶 而且給的還不少人 他選舉的規模 還有層次的高低 譬如說 你如果管議員 通常這種來就是幾十萬 十萬 二十萬 五十萬 打發 那如果是 立委 如果是立委大概就要上百萬 那如果是管市長 通常他會給五百萬 那如果是 這個總統以上的選舉 他大概都一千萬 兩千萬 這樣管 但是他說這樣捐 其實都不是 都不是為了什麼利益交換 對價 他說這個不可能嘛 你一千萬要跟人家買什麼 對 可是就是說 你都來了 我能怎麼樣 就當買個保險 要保險 做關係 不要說特別 要把我們找麻煩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 可是 你想一想 如果 他說那些都不是公司出銷 公司出銷 他說很難出不出 有規模的公司 那個帳沒辦法報 他都是他個人的錢 要用現金給 叫人帶錢去 這樣子 那不用簽名 也不要收據 對啊 所以我要說 其實 他如果總共收一千萬 他會去報 不會嘛 因為對方不會 不要收據 他要報什麼 你也沒辦法報 也不能收 對啊 對啊 對啦 方便的啦 明明的不可以收 明明的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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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內行話嘛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講實在話 就是說 如果馬英九要查錢 我認為應該是 應該是很多啦 判斷這種錢 所以今天特徵組約談 五十多個人 除了他在找他的 對價關係之外 他在找金流 金流到底在哪裡嘛 所以他才說 有在敦安基金會嗎 或者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裡面 有沒有 有蔡依甄是說 扣扣是說 在裡面有十幾億嘛 如果這個十幾億是來自於 頂心的現金 或者是這個 店子十大老闆 十二大老闆捐的錢 金流是在這裡 那就賓國啦 那就賓國啦 就是說對價關係成立 然後有錢 有人捐 然後你放到你的基金會 那就是對價 然後我有幫你的忙 所以說 我在說 特徵組 為什麼說 查了那麼多人 絕對不是 說無風不其浪嘛 絕對說不是沒有蛛絲馬跡 他一定是有 相當的市政 然後 已經有人承認 我有捐錢 那錢從哪裡去 我認為 特徵組現在應該是在收網的階段 那收這個網是什麼呢 是收到金流在哪裡嘛 都沒有搜索咧 蔡依甄現在講的是這個嘛 金流在哪裡嘛 因為他 馬總統他現在還是 現職的總統 他有行事後面錢 蔡委員 民進黨很失去耶 對 馬英九 周一庫說他收錢 那是十月的事情 到十二月底 才開始什麼 開始分案約談 對 人家徐家欣說陳水扁 人家只有一天而已 隔天就辦了耶 查治案耶 是啊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特徵組 你這麼好 辦理不辦難嘛 我們看得出來嘛 但是我現在也感到有一個氛圍 這個氛圍在這個檢調圈裡面 也漸漸的意識到說 民進黨有可能再重新執政 所以他們看到這個風向球之後 他們也試圖說要在幾個案子當中 辦出一些成績 向未來的執政黨去表態 也有可能 這是什麼政改 或許不是這樣 或許是說 馬總統已經影響力越來越小 他們敢放手去辦這些案子 這個也不一定 我們來看一個案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實際 這個案例很值得探討 好 卓博元 今天也一版頭條 蘋果的獨家 卓博元這個就是 他要開一個給他做紡織博物館 這個人有興趣 這是財團 所以他要說我們有興趣 結果紀念有興趣 那八塊有十個地主 然後他人的地主都不同意 然後他去強徵民帝 那強徵民帝是違法 為什麼 因為法院判他兩次都違法 這就是大埔案的翻版 有點像這樣 就是用區段徵收 你不同意我就把錢提存法院 然後強制直接把你土地過戶給政府 對 人家的公告限制這麼事成 人家的事件不是這樣 那後來就給他 給他以後呢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拿到地 拿到地 那不是法院判輸嗎 後來因為地主去行政法院告 法院後來判定說 你這個徵地程序是不合法的 那這個地怎麼還可以用 照理說應該要發還給他們 所以後來那個博物館沒有蓋 到現在沒有蓋 博物館該不會蓋 現在不知道了 我相信衛民谷大概不一定會蓋 因為現在現場犯人 那土地要害人 可是他們不是說 直接去查到 是因為他們在查其他的案子 這算槓上太陽 查卓伯仲的案子 卓伯仲的案子 然後去查到說 這個怎麼會有奇怪的資金 有五千萬 五千萬 你知道五千萬是會從哪裡去嗎 很誇張 又過兩手 卓伯仲的太太的親友 陽性的遠親 會給他另外一個丁性的親戚 然後再轉到一個指定的帳戶 但是這個帳戶是誰的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所以要查 絕對可以查 而且拐彎抹角都可以查得到 那就看查不查 是 他這個案子證明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們會說 判定說他們收那個錢 因為他們後來被 那個遠房的親戚都被兩百萬交保 就表示涉嫌重大 因為他說共同做偽證 對 而且涉及洗錢 涉及洗錢 因為他說 因為他說這錢賬的 他說你給誰賬的 不知道 說不出來 他賬錢要賬你五千萬 你不知道要給誰賬的 這怎麼會講得通 一開始說賬的 然後又說不通 說是投資 今天我問你 你要投資什麼 說不出來 確定五千萬是這個 謝先生賬的嗎 應該是 他追到的源頭 是這個陽性的遠親 他匯了五千萬給這個 丁信的親戚 然後再轉到另外一個指定的帳戶 那 不曉得 我想檢察官應該有查出來 這個指定的帳戶 到底進到誰的戶頭 要不然他不會去約談卓婆園夫婦 那現在就是陽性遠親 我們現在可以想想 這個指定的帳戶 一定跟他們非常非常 close 甚至就是 有可能 所以檢察官才會約談他們的同期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這個陽性遠親 這個五千萬 顯然他交代不出來緣 他跟他說賬的 檢察官問說 你把誰賬的 說不出來 所以 沒有啦 他這個錢會回來 應該要查 現在就是查頭 就是說這個五千萬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 陽性的親戚的帳戶裡面 然後他在轉手 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這個頭能不能把它連起來 嗯 那 其實也不一定說 一定是用匯款 有可能頒現金 對 沒這麼傻說 因為他說錢來源不明 不代表說用匯款 匯款有資料 所以有可能是 直接現金頒過去 是不是 但是其實說 你錢什麼錢這麼多 你不知道說 我也不知道 可以直講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案子 你還記不記得卓伯仲 對 那事情就是卓伯員 裂縫開始 裂的最關鍵的因素 他不是去買家 在台北的三年部 買家用什麼的名字 好像用 他們親家的名字 後來 他要把他們親家討回 對 他們親家說 這是我的名字 才爆發糾紛 你知道嗎 打官司 黑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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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這個事情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 都用人家討 對啊 都用人家討 沒代表你沒拿錢 這次差得對 差不到而已 我工夫好壞 我工夫好壞而已 我想卓伯員應該 還蠻懂當中的那個美角 因為他太太 畢竟是法律的專才 他太太是 台中高分檢的檢察官 對 那我覺得有這樣子的法律背景的人 不太可能 用這樣的手段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一定很清楚 要怎樣子 比較不容易被查到 因為檢察官查案 怎麼查 他太太應該很清楚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你絕對 如果只要有做 一定查得出來 因為 你即使這個錢 現在我們原判 有可能是 這個陽性的原因 可能是拿到現金 就是我一覺醒來 突然第二天銀行 多了五千萬 那你一定要交代來源 你說不出來 你到最後 你勢必得講出來 五千萬是誰給你的 那這個案子其實是 為什麼我講槓上開話 因為他們去查卓伯仲 查這個案子 就把卓家所有親友的 這個賬戶過濾一遍 突然就發現 有一筆五千萬的錢 莫名其妙怎麼有五千萬 一開始以為是 卓伯仲收的廠商的回扣 然後借別人的人頭賬戶來放 結果進去查 就發現不是 這條跟卓伯仲無關 這條算完了 結果一查 結果現在證據 就是追查的方向指向卓伯仲 那現在他已經卸任了 可以怎麼辦 他有約 有約了他三次 他都沒到 他都不出庭 對 不是啊他已經卸任了 即使 沒有卸任 卸任跟他都沒有關係 要去追查 設案 設案還是要辦 可能是他在當縣長任內的時候 做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 卓伯仲如果不是因為他弟弟這個事 搞不好現在台中市長是他 對 老實講 以前卓伯仲曾經上我另外一個節目 我就覺得這是國民黨未來人材 對 明日之星 他昨天做立位而已 長得又體面 然後談吐也很好 文之彬彬講話也蠻有的 他不是台鐵案那個時候就是 記走起 對啊 那是他全身而退啊 就只有殘 我是說三次 不好意思我要把他講完 他上我節目的時候 我記得他才四十出頭歲 四十一二歲 立法委員 對 那時候他準備要選管長 台大法律系 老實說他先做 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 口才也很好 形象也不錯 這樣 所以其實我認為他是 如果他要好好做 彰化縣長 台中市長 甚至更上一層樓 都只有機會 其實我很朋友 還以為以前都還把他 跟蔡正元的樣子會搞錯 但是我後來蔡正元的嘴臉 那個表情就越來越清楚 之後兩個距離就拉開 你確定要用表情 對 表情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朋友是嗎 我兩個休閒休閒我 有一點 其實乍看之下有點像 其實在這個口才也很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因為卓博員呢 他是這個二十九歲就從政 對不對 而且選舉六次從來沒輸過 第一次輸 第一次輸就是今年初的立委補選 沒有啦 對啦 對 第一次輸嘛 可是其實他在 第二任的彰化縣長的時候 其實已經 氣勢已經弱很多 就是因為這個 他弟弟的案子 要不然其實 都可以再更上一層樓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就是說 你前六次很順喔 你更要步步為營 對不對 因為高速不升海 因為周圍的 夜路走多會碰到鬼 早晚 對 而且有些夜路還真是恐怖 他根本是蒙著眼睛走 對不對 古人有雲啊 什麼是最恐怖 盲人騎蝦馬 夜半 沒有 還沒完 還沒完 夜半臨聲池 搞不好 他是死路一條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要步步為營 就是我們已經 其實我不知道欸 台灣這十幾年來的政治學 裡面告訴我們好多人生的道理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樓踏 其實齁 在卓伯仲的事件之前 一個社會最大的震撼 就是他做了很多詩帶 詩帶 就是他寫詩 提詩的那種 提詩的環保帶 為什麼要簡稱詩帶 他這個環保帶 台中 彰化 雲林 南保 全發 家家戶戶喔 還有碗 你說全運會 你有來參加全運會 我又不懂了 那個碗組 全南投縣請林長去發 每個都有 這個是很爭議 後來因為這個碗 還有這個詩帶 被人家認為說有回控 提詩的環保帶 被人家認為有回扣 再查到做不中 所以對他開始 這個就是 他掌握權力之後 因為那種自我膨脹的心態 造成後 他有送到台中市 他曾經要選台中市長 也送到台中市 通通送啊 台中市也送啊 而且送到家戶去 這個太不尋常 你看他三邊不出庭 然後呢 卓貝遠的說法說 第一次開庭 是因為他正在選立委 我說選立委 就不能出庭嗎 第一個 第二個 他說第二次傳問我 我忙著卸票 卸票也是借口喔 第三次不出庭 他說他的律師臨時 接到檢方通知 當天不用來 並非故意不出庭 不出庭 那第四次呢 他大概也不出庭 因為我忙著休息 沒有 第四次是我亂講的 只有三次 還好 還好他沒選上立委 他如果選上的話 永遠都傳不到他 因為我都在忙 對 這個有沒有可能傳的時候 就開始了 有啊 為什麼他要請律師 一般來講 證人是不需要帶律師的 因為律師 你證人律師 講法官也不會讓律師 在旁邊 我是來當做證人 你可以現場把我打開嗎 證人轉被告 轉啊 當庭轉啊 其實我覺得 當庭這樣轉 這個是檢方辦案一個 我個人是很反對 因為你侵害人權 你傳我 傳票上面寫證人 我沒有請律師去 結果你一進去 有些事一進去 人別詢問完 說啊這個你某某某 身份證知道住哪裡 然後說我告訴你 你現在轉被告 可是他立刻轉被告之後 不是應該他就立刻 可以聯絡律師了嗎 會給他時間聯絡律師 可是那是以 以卓柏園這種等級的人 也許可以找得到律師 可是你對一般人來講 你不是喝東西 你要去哪裡找律師 手心拿起來 糟糕沒有律師的電話 沒有律師的電話 律師朋友 我在研判 卓柏園前面三次不去 因為第三次他太太有去 他前面三次不去 應該是擔心 當庭被轉成被告 那會不會被收押是歧視 因為你一旦被轉成被告 這個新聞一出來 你就毀了嘛 每個人都不用選了嘛 不過這邊有個題外話 就是彰化這個選舉 因為卓柏園下來 是林昌明跟他配 對不對 跟衛民鼓爭嘛 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那邊的地方的人 就跟我講 他就說 其實說我林昌明 在民調上都是贏耶 我說怎麼會選輸 他說沒想到 返鄉投票那塊沒有估到 沒有 他們民調可能沒有很準 因為民進黨的民調 其實沒有林昌明都贏啊 後來 後來都是為了有翻轉 後來有翻轉 真的是後來翻轉 一開始真的是這樣 然後再加上 返鄉投票那塊 他們完全失準 還有分裂啊 那一塊做不出民調 對 還有出公園的分裂啊 這個九合一 真的是靠返鄉耶 對不對 所以今年的立委 跟總統才會合併啊 因為大家大學生都在 而且還搞到期末考 都在期末考啊 算準你沒辦法返鄉 九合一返鄉 九合一返鄉的人還真不多 嗯 如果這種新聞出來會更多 對 對不對 對 衛民股搞不好會贏更多 更多 你知道嗎 他不多啦 可是他都是關鍵 真的 彰化的民進黨議員林士玄說 他說 你知道彰化有一個 彰化市污水下水到工程 一百億 從規劃設計到施工 總工程費一百億 都由同一家廠商承包 那好可憐 這也很奇怪 他說 不排除這就是弊斷 彰化只有那一家會做嗎 一百億照理說 不是你應該問他為什麼這麼大膽 就像剛剛他講的 為什麼要做得這麼囂張 把那個東西發除了自己彰化線以外 還有南投還有台中市 為什麼有人可以這麼囂張成這樣 然後就像這個 為什麼敢這麼大膽 不需要遮掩一下 就一百億就給了一個人 這一間廠商有可能嗎 沒什麼可能 如果說這個是一個公開的工程的話 規劃設計 施工 整個都一樣 因為有專門負責規劃設計 工程顧問是 即使你發包也不可能說 我整個彰化的污水下水到 只有一個標 他一定是分開招標 那不可能是同一家標道 而且他特別說 是主務部員卸任錢趕快弄的 漂亮喔 一百億喔 對 可是我不知道 這個一般公共工程的 招標程序是怎麼樣 OK 就是規劃設計 沒有說他一定不好 這個叫統包 對 這個叫統包 就是直接都包在裡面 然後由營造公司 你去找團隊 設計反設計 營造反營造 施工反施工 你就統包一個人來標 所以他這個 就是有量身訂做 或許就是有 固定就是規格說 綁標 因為通常 統包的工程 比較常見的是 高鐵或捷運 因為它涉及很多 不同界面的整合 還有它有高度的專業性 污水下水道說實在 它的專業度 沒有像高鐵或捷運這麼高 而且它沒有不同界面 比如說 然後不會用統包的方式 大概就是 我請一家工程 繁保工程公司 對 它來設計 你幫我規劃設計好 說要蓋多少 然後大概地點怎麼樣 然後我就分段去發包 應該大多數是這樣子做 有沒有 再請教一下 這是卓播員 彰化地檢署查出來的 對 但是如果說要再去查 照理說不會洩漏出來對不對 對 你還記不記得阿扁那時候 哇 吳淑貞什麼 拿花票換什麼換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嗎 去哪裡一間也都知道對不對 對 記不記得那時候 那個特徵組你辦 大家都會知道 現在辦馬英Q 大家都不知道 他要讓你知道 他不讓你知道 為什麼馬英Q就不讓你知道 因為他是總統 彈水比也總統 彈水比落歲 民進黨不孝 什麼結論 對不對 黃士明下台之後 有改善了 不過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嚴大和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剛剛講到說 正大哥 你在等 馬英九的案子為什麼71天才 很多信息就會露出來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你看馬英九案子 為什麼71天才分案 對 陳水比案子為什麼一天就分案 其實有一種可能性 嚴大和在自保 因為他現在特徵組 這個林檢察官 在辦馬英九的案子 看起來是辦得很認證 嚴大和一定會有壓力 就藍的 因為藍的現在是執政黨 一定會給嚴大和壓力 那嚴大和自保方式 誒有啊我也分案 我也要查陳水比 所以我兩邊我都查 那你說查陳水扁 現在有沒有意義 我認為沒什麼意義了 你現在好 你現在如果陳水扁查到說 真的有收這個建商的錢 多少錢 那你特徵組2006到現在 會查幾年了 為什麼你當時都查不到 現在才查到 照你說當時這樣總翻過了 那已經是 上天下海在查了 查得上窮避落下黃泉 那通常是尋找愛人 不是找錢 當然我也主張 這個偵查的時候 其實是不能夠洩漏 對不對 那為什麼五千萬周波音 這給人家洩漏 張檢這個我覺得另外一個目的是什麼 因為林榮榮周波音的太太 她是台中高分檢的檢察官 檢查一體 因為張檢隸屬於台中高分檢 所以我的研判是有人故意 先把消息曝光 讓你案子蓋不掉 我就先把它曝光出來 因為你今天蘋果做頭版頭 明天我想今天的新聞 還有明天的各家日報 一定開始去跟嘛 因為這個 那你如果最後發現 這五千萬真的跟周波音沒有關係 周波音怎麼辦 也沒怎麼辦 也沒怎麼辦啊 就沒事啊 對不對 可是他這裡面還保護了他太太 好像他太太承擔了很多 好像還沒有住在一起 他這一篇的蘋果在這邊 把他們兩個做了兩個區分 這篇裡面對於他太太 沒有那麼多的批判 還說所有的家裡都是他在養 然後都沒有住在一起 好像這個從政的路上 特別有做了一個區隔 我覺得地點署會把這個新聞露出來 應該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要不然他不敢 而且你三次不應訓 這個讓人家有遐想的空間 等於說這個也有壓力 你下次再不應訓 大家也要拜訓給你看嘛 對不對 對 你不來 你不來我就叫他去 可是周波音如果是清白的 他應該趕快第一時間 就衝去說明啊 你說明清楚了 搞不好就不會有今天這種 而且跟你講選舉卸票 卸票沒有盲成這樣 你選舉盲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都已經落選了 卸票是能有多忙 你都沒選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靠 我面前可以講說 他長得算是罪過嗎 好 談到前 有一個財經專家 叫黃世聰 他上節目的時候拿出 慈濟在102年的財務報表 好 金融資產流動明細表裡面發現 慈濟在管理善款上 他拿了錢去投資股票 民國102年虧了4千多萬 我不知道現在善款可以投資股票嗎 當然不可以啊 你看他100年的投資是虧了1億 100年虧了1億 對 年華講的那個東西是慈濟醫院 就是說他慈濟醫院在設立的時候 是本醫院不以盈利為目的 反正就是要救苦救但 幫助一些窮人來看病 可是他竟然拿醫院的錢 跑去投資了一大堆 買了一大堆債券跟基金 花了4億去買 結果到最後剩3億 不是 這個錢難道沒有一個規範 可以怎麼使用 你說像我們的保險業 他就是規定你可以投資什麼 不可以投資什麼 因為保險是大家的這個錢 不可以讓你去做高風險的這個投資 醫院可以 因為他是財團法人 像長庚醫院就是 其實長庚醫院其實是台數好幾家 控股公司 財團法人可以投資 但是依法 實際醫院他是財團法人 他當然可以去投資 可是就是說 我們現在大家回過頭來看 你今天長庚要去投資 我們沒話 因為長庚是王家自己拿錢出來 我的錢我愛怎麼用 那是我家的事啊 實際去做這些事情就不太應該 因為你所有錢的來源 是不是大家的錢 我們當時捐錢 而不是我們 因為我沒有捐 錢太多了 對 就是說捐錢給實際的人 我想每個人 有捐錢的人大概存著一個心 這個花蓮地區 因為醫療資源缺乏 那我們捐一點錢 給花蓮的鄉親 萬一有生病的時候 可以有去比較大的醫院看病 我相信大多數人是出於這個心 可是他不是叫你去買股票 那你現在話說回來 那賠錢怎麼辦 可是他賺耶 對 那你賺錢要不要分紅 98年賺10億 99年賺8億 你講了100年賺16億 101年賺11億 102年賺4億 很會操作 那所以賺的錢呢 那要不要分紅 對啊 要分給當初捐款的這些人 對啊 不是啊 你們叫我不能投資 可是我所有投資都賺 你如果照股東的 我做更多善事啊 照一般公司的營運 你是要分紅給股東 不是 投資本來就會有賺有賠 他這幾年賺 那接下來呢 你怎麼知道他接下來一定是賺 還有有可能會賠啊 那可是大家的錢 其實不是要拿 不是要叫你拿去做這些高風險的操作嘛 是希望每一分錢都可以真實的幫助到那些人 如果他是定位為他是宗教團體 他更不能去炒作這種延伸性的商品 他沒有炒作他就投資啦 他有買很多高風險的 對 這個股票型基金 那個風險超高的 那你如果是慈善事業的話 那你更不能拿善款去操作這種延伸性的商品 可是蔡委員 台灣社會養大了慈濟啊 它一路上變成財團 所以現在要一筆一筆看啊 很清楚的就是一個財團 這個發展從花蓮慈濟金色到今天 它有一些我們必須肯定 比如說我跑新聞非常清楚 每一次的風災第一道的就是慈濟 每一次的物資擺在那裡的熱騰騰的水災風災 我在台北市我看到就是第一次 或是那個東興大樓倒塌 就是這些人站在那裡 他們第一時間到 他那個動員能力 效率又好 他比政府快 他那個動員能力你是沒辦法 就一堆就穿了那個 你不管說他那個什麼階級什麼什麼的 他就穿了一堆的 就穿了那個真正其實站在那裡 就把相關的物資擺在那裡 熱的冷的什麼都在那 然後就跟你不管怎麼樣 他就給你安慰啊什麼什麼 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我必須講我親眼看到 但是它是不是個財團 剛剛大家講的話 這一路發展以來 它就是個財團 比如說禁絲啊 什麼雨露啊 比如說那個什麼什麼詞 宇宙大抉擇 對 還比如說賣那個什麼面啊 它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鼎心未加的事情的時候 它那個面 它的危機處理能力 直接跟鼎心連在一起 那我們再問 宇宙大哥 你很認識很多 一定程度的財團裡面 他們裡面很多夫人 很多的裡面 是不是都裡面的 相關的 很多 很多 對不對 那最後是不是都在服侍這些人 最後 誰在服侍誰 就慈濟裡面 最後是不是都在服侍這些人 因為 沒有 可是老實講 財團的這些所謂的夫人 在裡面 他們確實也是去救災 所以在這裡面 你看它整個在發展過程當中 很多就變成救贖 你在買一個救贖 應該是管理階層 對那個在第一線救災那些 穿慈濟制服的 他們都是真的存著愛心 慈悲去救災 應該是這個管理階層 有問題 這個慈濟已經變成財團化了 是啊 它商業性比宗教跟慈善做的還多 不是 它所有的這些 它所有的這些資產 都是登記在誰的名下 它有好幾個基金會 它有慈濟基金會 有醫院也是一個獨立的財團法人 慈濟醫院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中學 這次慈濟中學 還有什麼人文志工基金會 反正它的名字很有趣 分次大塊這樣 比如說我們節目叫 新聞哇哇哇對不對 這是 然後另外一個節目叫 哇哇哇新聞 就是名稱很類似 可能前後倒過來 就是兩家不同的公司 那就是姓蛙 哇哇文 對對對 而且我發現 慈濟的很多的那個 操作手法跟企業 哇哇哇再文 你拜託 你稍後吃起一個 慈濟的有一些操作手法 跟很多企業很像 譬如說 他前幾年 他要在花蓮 蓋這個慈濟中學 那依照我們的私校法的規定 私立學校的校地 必須自有 或是只能向國有 國有地成租 國有土地成租 這是私校法名文規定 可是慈濟當時呢 他慈濟基金會手上有一塊地 那可是 依照私校法規定 學校不能跟私人的基金會租地 他就去立法院遊說 然後去修改私校法 為了慈濟 修了這一條私校法 那可是慈濟很奇怪的說 你把你左手的地 捐給你右邊的學校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你就合法啦 那慈濟就說 我不要 我就一定要修那個法 可是修了那個法 就等於開了一個洞 那其實會影響到其他 未來如果有人 是純心想做壞事的 對 那我再講一個 內湖那個生態園區 從 陳水扁在當市長 陳建治當議長 那就為了說 那時候要叫蓋醫院 你知道現在旁邊不到500公尺 叫康寧醫院 再走一兩公里 就叫三種 三種在內湖區的醫院 那時候名字叫做要蓋醫院 那因為什麼 那時候還有三波地 因為什麼30度以上 60度以上 就被擋下來 那我問 那為什麼他是 那麼強勢的一個社團 他找到議長 議長跟市長施壓 這過程當中 一直鬥鬥鬥鬥 鬥到今天 幾任的市長 沒有過 那他還是強勢的 一定在那裡撐著 大家也很清楚 這裡面有一些沒有辦法的 而且他改變了任何 很多的瞑目 他本來第一時間是蓋醫院嘛 他現在改成什麼 生態園區 智工大樓 要做什麼什麼毛毯 什麼什麼相關的 就一路 就 硬在那裡 他一定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環保團體 一而再 再而三 搞了20年 將近20年 他強不強勢啊 買不買帳 買帳 1994年以後的那個時間 議長就買他的帳 那內湖大家覺得 開發那有個醫院 大概很好 就一路吵到今天 然後他明目就可以 各種變更變更 就一直撐在那裡 一定要這樣子 然後跟整個社會 跟輿論這樣做對 所以他的偉大的那個 這個慈濟的形象 在台灣社會 財團化的那個形象 一直做到一直做到 這一次 我覺得是鼎心衛家事件以後 沒有處理好 他的公關 找了非常多的媒體人 還有一個電視台 你再把那個電視打開 他也有上人在那邊講話 講話講話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宣傳 他還發表一篇文章說 當時有一個富人 有沒有 有錢人 不是有錢人 然後呢 大家都不要他了 為富不仁的董事長 對董事長 然後後來是慈濟 這個感化他 用愛 對 不要管他過去做了什麼 要用愛去感化他 而且他這個 專款沒有專用 我是非常有意見 八八豐災的時候 我捐了錢給你 結果你拿去 古巴跟北韓震災 不是那是另外兩筆 他那是南亞海嘯的是 捐到古巴 我覺得你要捐專款專用 你是八八豐災 你用地方災難的名利 去跟人家募款 你就一定把這些錢 要用在這些災民的身上 後來你看八八豐災 那些災民 原住民 還出來賣那個什麼 賣年糕 賣年糕 小林村的 表示說結果我捐給你的 善款你沒有用完 結果害那些人 還在賣年糕 他有捷餘款17億 用在別的地方 用在台灣 但是是用在別的地方 這個沒有專款專用 捷餘款17億是 我意思是說 他總共用八八豐災 募到的八八豐災 善款用多少 在八八豐災上面 四十幾億 他募了 加上利息一共四十八億 沒有不只啦 48 48 用掉二十幾億 截餘款17億 那17億是用 他當時原本是想拿去國外用 那應該是用到31億 48減17就31億了 就要看那細目 他那細目裡面其實也有一些 就是工作人員的錢 一共花了一億多 他其實不只是給八八豐災 他還給了其他非常多的 風災跟水災 就是台灣其他的颱風造成的傷害 那可是其實你之前 就已經挪用在這些豐災上面 就會讓人覺得不合法 會不會是八八豐災的時候 我其實四十八億不用用到那麼多 他顯然是沒有用到那麼多 他沒有用到那麼多 所以他就先挪用了給其他的風災 然後之後還結餘了17億 他再要去申請說 那我這17億的結餘 要用在其他的地方 那不然17億我要用去哪裡 可是因為他當初是 以八八風災來募款的 應該全部的 專款就是給專用 可是我跟你講 你以為專款專用很容易嗎 因為比如說好講 那個今天直算團體的這個募款 跟執行 我跟你講今天不是很多人講說 沒錢沒辦法辦事對不對 有錢才會好辦事 可是這個錢怎麼花出去 是一個非常非常高度 專業的一個東西 所以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慈善團體呢 比如說我講說紅石智慧好了 大家可能覺得說 紅石智慧我捐贏那麼多錢 為什麼你兩年都沒有那個 沒有把那個錢花出去 花錢要執行 因為通常是這樣子 我不會把錢拿到當地 讓每個人發現金 慈善團體不是這樣在做 不是這樣在花散款的 必須你提報告然後我撥款 分年度執行 一定是這樣 因為一個災後的重建 不是我現場分一分 大家都不要賣年糕了 所以不是這個我必須要講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還沒有做完這些事 就先羅用了 海地當時要捐給海地 海地一個大的地震 搞不好到現在都還沒有執行完畢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國家的行政效率很奇怪 就是不夠快 然後也不清楚 所以那個錢不能這樣撥出去 311是最快 因為日本的效率很好 他很清楚要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所以他計劃都提出來了 我就是撥款 因為很簡單 我今天是慈善團體 我募了款之後 我不可能到 我不可能到當地去幫你做計劃 一定是當地在地人提出計劃 然後我撥款 88風災也是一樣 他的每一筆的專門的這個善款 都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爭議的地方就是說 你既然這個募款 當時是用88風災名義募 而且他在很短的時間 募到40幾億 你既然有17億 就是說你該蓋的永久屋 就是提出來的計劃 不管是你實際主動提的 或是當地的需求提出來的計劃 你都執行完畢了 你發現還有17億 那你這個錢 可不可以成立一個 譬如說88風災受災戶 子女教育基金 或是就業貸款 繼續用在88風災上面 因為後續還有很多問題 要不然小臨村的人 不需要來賣年糕嗎 就是說小孩要讀書 沒有錢怎麼辦 然後 或是說有些人家園都毀掉了 生意都毀掉了 那我要重新創業 那我是不是需要一筆錢 這個雖然政府有編預算 但是政府的錢 畢竟不多 所以我必須講說 為什麼我長期就是 對門諾醫院我很支持 就是門諾醫院一直以來 我那時候有時候開玩笑 跟黃院長說 你當初那個 那個稅很好的時候 為了要重蓋那個醫院 然後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個金額 比如說好我就是1億 結果後來募款超過的時候 他就坦停 然後把這些多的全部都退 因為我就是專款專用完 你多給我 我還跟你報告說 我又沒有其他的計畫 我就先做這個 所以他當初是把這個錢 退回去 而且先喊停說夠了 然後剩下 後來當然我說 他們退了一部分 可是很多人講說 沒關係啦 你後面可能也需要用錢 就是留著 所以當他後來 他要做老人社區的時候 他就募得很辛苦 那個2億就慢慢募 我們當然也開始做 因為那個十幾年來 他那個地呢 就一直漲一直漲 然後現在已經第一期 第二期做了 他就是有多少錢 做多少事情 那你說如果慈濟這個 錢撥一點去支持這個事情的話 對啊 這個公益勸募條例裡面 好像有規定 早就已經蓋好了 建議應該捐給國家還是什麼 應該有規定 公益勸募條例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說 一方面慈濟也為難 因為他真的有公信力 大家覺得說 捐給慈濟有公信力 二方面太多了 太多的時候 他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我跟你講大夏之相請 一定有一些蛛絲馬跡 一夜之秋 所以我覺得 這個時候很多時候 你真的要 要以退為進了 我話都說到這個份上 你既然執行不了那麼多錢 為什麼要收這麼多捐款 對你一年募 將近100億 佔台灣公益捐款的八成 他是善業企業化財團化的 最高最好的點算 我覺得他那個做法 像我曾經捐給東京 東京就是要蓋一個 那個老人安養的東西 他也是雙款專用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其實因為我這一次 有幫利宏募款 其實有很多的觀眾 就不特定的大眾 要表達要捐款 其實我們都婉拒 就是說 這 印尼 他很可能涉及違法 對 所以我們就找私底下朋友 願意幫忙的來幫忙 後來我發現感受到 利宏的付出 可能有很多人受到感動 所以那個溫暖真的是湧來 甚至我們的朋友 但是利宏不認識 他也願意關錢 我後來幫他募到 大概是600萬左右 左右 有一些呢 大部分是我都 陳利宏太太的戶頭 給這些人 我們也是直接把帳號給他 是是 那另外有一些人 是托我轉交現金給利宏 我大概都請利宏的太太 或利宏一一打電話 謝謝 就表示什麼 表示我錢 我有送到 這樣子 那 我有跟利宏說 我們這樣 你的醫藥費夠了 對不對 醫藥費大概缺300萬 那我說其他很可能 你現在也不能工作 小孩在花錢 太太沒工作 所以 你 如果生活上有困難 你也把它弄成生活費 可是有一天 利宏如果你真的好了 也可以上節目開始賺錢 如果那些錢還有剩餘 我拜託你再把它捐出來 這樣利宏說 OK 絕對沒有問題 總是還有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後來人家在捐的時候 我說不 已經夠了 我說夠了 不要再捐了 因為捐了好像也不太對嘛 讓人家那麼多錢 那我現在要回來講的就是說 慈濟的貢獻 人家給八八豐災 給他48億 是大家對他的憲證 表示他過去的累積 讓人家覺得很感動 可是我覺得慈濟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你的財務 確實必須要透明 就是你為什麼不用怕人家檢驗嘛 你就給他公開嘛 你收一多多一遍 照柯文哲MG149嘛 照單天一面牆嘛 真的 這個社會上 其實你也可以帶領整個社會 在這個部分一直往前走 你就不要濫用人民的信賴 因為信賴掏出了錢 而且捐錢給你這些人 很多都可能不是那麼的富裕 並不是那麼好過的人 對 那既然這個樣子的話 所以就不要濫用人民的信賴 因為你的月透明 反而會使得大家更信賴你 因為更信賴你 所以會捐更多的錢 變成一個善的循環 那這件事情其實才是好的 我覺得以上人的心情 應該也是希望 慈濟不是只有可大 他也希望可長可久 把這個心願 這個慈善的意願 能夠延續下去 可是忠心的意願 中間就是一個 你很多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能做 然後再就是說 你在做的過程裡面 也許你出發點 很多人告訴你 我不相信上人 懂得如何買股票 對不對 出家人不會去懂這些的 可是這些財務規劃 他也不會下這種指令 對 給你的話呢 其實搞不好要更focus 在能做什麼 因為有時候是 真的是資源多到 你沒有辦法 你必須去分配的時候 你大概會有一些錯 會有一些判斷錯誤 也許實際要考慮的是 生命有實境啊 對不對 有時候不要因為 這個規模大到最後 拖垮了自己所有人 原來的本意 那麼 徐家欽還好嗎 還不錯啊 當然壓力很大啦 所以他這幾天 是沒有公開的露面 對啊 人家叫徐家欽 部條都出來了 請徐家欽參議員 同此黨籍 台灣幸福國家聯繫 他們是哪位 對 你算一下幾個人 那天去的所有人 都在照片裡面 OK 所以呢 你覺得呢 不是啊 而且 本土社團 而且徐家欽 我覺得你這幾年 真的有吃好大油 不是啦 我覺得你 就是說 你不要無限上綱到一種程度 對 你徐家欽辭犯的人 你叫蔡英文 你還要蔡英文辭黨主席 辭黨主席 然後現在這個時候 再改選黨主席 開始我玩笑了 你們在想什麼啊 你今天開除徐家欽 對啊 徐家欽是一個黨員 陳志忠是一個黨員 徐家欽去批評了 就是一個黨員 批評了另外一個黨員 這樣要開除他的黨籍 那這跟國民黨的什麼不一樣 就不准你講話就好了 這獨派團體 如果愛民進黨 希望這個動工可以再團結 就不要再節外省之 那徐家欽已經正式的道歉 他在臉書道歉 也是道歉 那主席也很明快處理 主席人很黏黏 要將一個發言人 一個時間就死掉 那表示一個負責嘛 所以這個事件應該到此為止 你如果再延伸很多的風波 只會讓人家見縫查證 那我們回來就陳志忠 就已經宣布了咩 還沒有 對啦就宣布了啦 那因為他的這個參選其實也讓 我覺得讓很多民進黨支持者 就陷入一個還蠻困擾的狀態 就是說大家對扁家是有情感的 然後也承認他過去 在執政的時候有很多的成績 可是扁家也的確 讓很多支持者是覺得沒面子的 抬不起的 投來的那個情感的傷害 那現在扁家要延續這個政治相夥 我個人 可是他退選昨天還在否認啊 對昨天還在否認 那為什麼今天就忽然 可是我知道 因為有一些力量一直在希望說 就少一個爭議嘛 就不要讓黨內有這麼多 對立的機會 然後所以有勸他說 是不是可以考慮 那看起來 就是這樣的壓力是有用的 否則我覺得陳志忠一旦初選 然後他如果贏得了初選 會一直會 就是陳志忠貶家這件事情 會一直吵吵吵吵吵吵 吵到總統大選 那我覺得對整個民進黨的選情來說 都是一個負擔啊 因為蔡英文講說 民進黨不能停留在原地爭吵 要向前走 對不對 那我問一下年晃 如果我這一題問蔡黃郎 他會從 打從心裡告訴我 不會因為他現在要初選 你就不要為難他 對 他要初選所以哪一邊的人 他都不能等這個 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困擾 這沒有辦法 因為選舉有選舉的困擾 我還沒講我要問什麼 你就已經 他不會講真話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情 因此這樣可以平息 對啦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平息 因為蔡英文有時候我扛下來了嘛 對啊 對啊 那也沒什麼好吵了啦 說真的 因為 大家如果說 不管是所謂的這個獨派啦 或是什麼本土社團 我想大家共同的目的 就是2016要政黨輪替 那如果說你們 因為這個事情說不投蔡英文 然後要蔡英文辭黨主席 那乾脆講直接一點 你們乾脆宣布說 2016我要支持國民黨候選人 這樣子就好了 那不然你們就先去阻擋嘛 或者是你們脫離去阻擋 欸你不要挑釁喔 不要挑釁喔 唉唷 你也吃到好燙油啦 蔡英文夠有種了 這件事情貨不是他闖的 然後他說我一肩扛起來 這麼有種的黨主席 不支持要支持誰 他不扛起來誰要扛 王志祺今天那個話語 是有種你去阻擋 你們這些挺小鷹的人 你們這些英系 很奇怪 坐那個位置的都會上蘋果 敏鳳就上蘋果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好笑 我說問太尾人會怎樣 不用問他為難他 他現在要怎麼說 我記得前幾天我有說一個新聞 說薛襄川中信的副董事長 跟工商協進會的理事長 你要講吃稀飯的薛襄川 他們在講就是說 這個社會上有仇富反傷 我當時是說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反傷也沒有仇富 但他們的感受是有 其實我最近看到的那個氣氛 反而更不好 你看那個美和室說有人建議啥 要做圍牆 把 貧富高牆 對 把那個公共住宅 柏林圍牆 把公共住宅跟美和室真正的住戶 要做圍牆 做一道牆分隔出來 我們自己管理一棟以後的房屋 其實我覺得這樣不好 你又看有一個理長出來說 我們這個理不能有兩個國宅 這樣我們就完了 完了 那連開宅有人講說 要去查查看有沒有案底 有案底就不能來租 跟生人不能租房 哪一條法律有規定 這擺明就衝著馮光源 對啊 這樣馮光源怎麼辦 那我當我的感受很強烈就是說 這個社會對比較散的人 為什麼這麼嫌惡 所以我是建議 你對他那麼嫌惡 我問你他先前作何感想 我是建議美和室那些 原來自以為高級的 有幾個湊錢就有 美和室是有多高級 對 這就是我想講的 你們是多好丫啦 真正有錢人會住美和室嗎 我就這樣我公開講嘛 你真的堅持大膽要囉 我公開講嘛 他們也說他們沒有啊 不是 真正有錢的人會住美和室嗎 他們也說他沒有 他只是中產階級啊 對啊 你們是多好丫啊 那難道你們都沒窮過嗎 更何況連開宅沒有便宜到哪去 那不是專門給窮 他也不過就打85折 不過老實說 其實跟你差不了多少啦 不要嫌人家啦 貧富強如果做起來 不是美和室完啦 不是里長你說 整個台灣都完蛋了 是整個台灣都完啦 台灣有貧富強 你看這還得了 而且你要限定 每一個人要住進去 連開宅的都要檢查 你要拿良民證 這個台灣還得了嗎 所以我認為 做這一些建議的人 適可而止 台灣沒有仇富 台灣只是說 我們去年所有的企業 500大的企業 都是賺錢 都賺了很多錢 但是我們的勞工 並沒有因為你們賺錢 多領到薪水 好不然我來做出 他說我住在哪裡 我住在牆的左邊 不是現在就是 也不怎麼有錢的人 在歧視那個 公開派在沒錢 你是你囚擺什麼 有什麼好囚擺的嘛 要多少資產 才可以住進美和市 每次一坪也不過三十幾萬 多了不起 現在賣到五六十萬了 賣不出去啦 那是喊的啦 我不會騙你啦 那喊的啦 實際成交價不過三十萬啦 你去查一下實價登錄 就知道了嘛 那是喊的啦 我們藍州街也不過是這個價錢 對啊 還是多好賣啦 沒有 我跟你說 藍州街是什麼區 大同 大同林街什麼區 中山區 中山區 你們要弄一個 做一道牆 對 大家隔開 中山大同要弄牆 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 都做高牆 把自己圍起來好了 大安區快點蓋牆 我們台北市的 現在要跟台北關 蓋一道牆 你們又臭味 我們肥水水庫水把你切掉了 我喝淹水 沒辦法讓你危險 可以去喝 所有連這些雙北的橋 都給你封起來 我覺得這個 講過路面 我也要去哪一道 人家通知 也要把他放開 還有基樓 不要忘了 我覺得台北市長 柯P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聯合開發的 連開宅本來沒有要出租這件事情 他本來就應該事先去做溝通 本來就有所謂公營住宅跟社會住宅 然後他的都發局長林周明 又在這裡面提油救火 到了周一寇節目說什麼 另外開一個門 結果後來又沒有 弄到台灣社會這樣搞對立 沒有 那個門是真的沒有 那個我覺得台北市政府要倒進 那還說台北人瘋了 那你不是跟自己在做這個 在推動相關的政策 你一定要搞著 柯文哲自己講 他不要學陳水扁 衝突妥協進步 他一定做事前的溝通 你去看他所有的專訪 他選上了以後11月29號 他一定做好溝通溝通溝通 所有都要用溝通的方式 然後坦平坦的上路 可是他現在搞的就是 點火點火點火四處點火 搞得跟陳水扁一樣 衝突妥協進步衝突妥協進步 然後現在民眾跟民眾在對立 我現在終於我現在終於懂了 郝龍斌為什麼不碰這一塊 郝龍斌有做中營住 不是 我放著就沒事嘛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他沒有說連開出租啦 不做事就不會開賣啊 那就是放著啊 他沒有做連開出租這件事 但是他多少房子放著 我同意市政府要多溝通啦 可是市政府沒有義務說 連開宅要當公共住宅 我要事先告知 因為那個連開宅的產權 是台北市政府 對啊 我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啊 而且為什麼我支持柯P做的事情 就是說你不要把公共住宅標籤化 我覺得我們這個台北 就是台灣的社會 特別台北市有一部分人 我不敢講全部市民 但是有一部分人的那個觀念 其實是非常成就的觀念 不是啦 可是這些人是講說 你不要跟我說 你是不是要用連開宅 早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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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了 我是公共住宅 對 那公共住宅為什麼 就不能跟正常的住宅放在一起 更何況你鄰居是台北市政府 你鄰居當房東 要把房子租給誰 干你什麼事啊 對啊 你管得到你鄰居啊 這個道理心得通啦 我舉例 地保 地保我知道有很多戶 地保可能有200戶 對啊 對不對 因為它很多動嘛 那全國犯罪率最高的 集中市社區啦 對啊 住地保的人說不比較好 我意思是說 地保被認為是最高級的住宅之一 那地保其實也有人沒有租進去 當然它也可以出租 也有人出租 對啊 可是我相信去租的人 都付出比較高昂的代價 就是最便宜27萬一個月啊 是 是 我知道 可是我是說 如果我是個住戶 那我要租給很平民的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是你的權利啊 一個月我收1萬塊就好 可以啊 但是那個人看起來這樣看到 賺錢賺錢 那租戶 你租1萬塊你也搭不去 因為管理會 好啦 沒有2千 沒有 就說 我的意思說 這個人其實是真的是窮人 這是個工人階級好了 但是他每天還是住地保 他還是住不進去 因為瓦斯費一個月就 你如果沒有好 他在外面吃電缸嘛 他那個瓦斯費跟電費 我朋友住進地保第一個月 瓦斯錢說4萬 把他嚇死了 你看那個大的熱水器 整天都滾的 加速都滾的 就是他保證你每一個房間 每一分鐘打開熱水 就直接出來 他可以不要這樣 所以他後來每天出門關瓦斯啊 他可以裝一個水點火的熱水器啊 洗澡再熱水 或者他如果能夠在外面找一個地方 洗澡再回家 我現在是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 地保的住戶怎麼抗議 怎麼抗議 因為只要我這個房客 他不吵不鬧 沒有破壞整個社區的規定 我騎摩車建地保這樣不行 地保停車場是收費停車場啊 我帶斗力建地保就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嗎 他一件行為只要符合社區 不會只要蓋一道牆 你可能會擋在門口 不是啊 他一件行為就符合社區的規範 這樣就好了啊 那憑什麼去管 隔壁鄰居要租給誰 更何況 就是分人的階級高低這件事情 怎麼會是用財富來分呢 他少賺 他一個月薪水少有一塊錢 所以我歧視他 這什麼道理 但是台灣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總共是人款的社會嘛 就是說如果我是一個正常人 那我為什麼不能住呢 我問他 當然可以啊 你怎麼可以限制他自由 或者是傷害他人權呢 真的買 跟你買一樣的住宅的人 水準就夠嗎 你知道嗎 我以前住在永和啊 我們整個是就是一瓶 我那時候買才一瓶19萬嘛 OK 那便宜啊 那是十幾年前了嘛 OK 那結果呢 我們整個住宅我也都覺得 大家都不錯 像我隔壁那個是只有14瓶 因為他一層有大瓶數跟小瓶數 我的大概有45瓶 他的是14瓶 他也是一家住 我看三個小孩跟兩個大人 一家住五口 還蠻擠的 所以小孩都在那個中間那邊打球什麼 也OK 因為大家外面都至少管理的很好 可是呢 我覺得我有沒有很歐的 有啊 因為我們不曉得哪一樓 每次他們家的垃圾呢 丟在中庭 不是 所以我們要垃圾拿去那個垃圾車會來嘛 他都是給你堆很久 發臭 發臭 然後呢 然後那個住戶又是那種 走路路用拖的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垃圾呢 就是他垃圾袋就是用拖的 然後那個湯湯水水 湯湯水水 臭的要死 每次他們都拚不熟了 我都要這樣 因為那個沿途都很臭啊 那就是沒有郭德馨啦 這是他們家很有錢耶 可是這種水準 但是年代漲 開始要進廣告 我跟蓮花剛才說一句話 我很重疑 你沒有窮過嗎 對啊 誰不是從窮人上來 對啊 對不對 那如果那時候你這樣被對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希望社會上不要去仇富 至少我們不要嫌惡窮人 對啊 是不是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而且你看他得試試看起來 弄得很漂亮耶 還有免治碼頭 我家都沒有 對 我家也沒有 所以我看到免治碼頭 其實這樣的氛圍不好 因為這樣講也冤枉了美和室 他只是在會議紀錄 召開了 館委會召開一個臨時會議紀錄 那有住戶 你知道很多的住戶就是 因為美和室的住戶 我不相信你們自己買房子的 你們對你們每個住戶 你們都很安逸 對不對 搞不好樓上樓下是誰都不認識 當然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住戶提出 請台北市政府出錢 把低棟屬於捷運住宅的戶數 做一道牆分隔出來 我們自己管理一棟以後的房屋 那這個是一個住戶 我不認為代表 極端的代表 對 我不認為 通通代表美和室的住戶 不然現在後來我們住美和室的人 我們也變成 我們也把美和室的住戶 貼了一個標籤 可是不代表所有美和室的住戶 都是這樣的想法 只是覺得怎麼會有人這種想法 可是你其他住戶 你如果不同意這種極端的意見 你要出來反對 你要出來講話 你不能讓少數的聲音 變成代表整個美和室 而且這個根本就不要列入會議記錄 流出來 他也把列入會議記錄 另外台北市的連開宅 要當公共住宅 美和室是第一個 他後面還有很多 沒有 還有台北橋的那一個 至少要告訴我們說 這個連開宅變成公共住宅之後 你有什麼科學數據說你的房價一定會下跌 你的住金一定會下跌 也不一定 我覺得那個管理委員會 如果管理得好的話 像是這種傲客也有 一定有的 再高級的住宅都沒有這種傲客 只要我們那個管理委員會 在管理住戶的生活 這些平常的這些活動 管理得好的話 仍然會是一個很優質的社區 不要跟公共住宅看到 我說住一個人就是幾乎的 就是賣掉 郑大哥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真的 我跟你說 你一塊錢租我 有很多房子我也都住不起 像我以前住慶城街 隔壁那個文華院 我不是上次講過嗎 文華院 管理費一個月多少錢 來 南大 立委 三四萬塊 十三萬 十三萬 三四萬塊就負擔不起了 我十三萬 管理費十三萬 不含水電 比很多家庭的月收入還高 對啊 十三萬 這樣一半最半鐘也住不去 所以你說你一塊租我也住不去 十三萬 不是 我是覺得它可以細緻一點處理 台北橋那個貫德 他們建設也是 這就是那個怎麼房仲出來在抗議的 它裡面只有住了三分之一 它三分之二要出租 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是可以細緻的去溝通 我剛剛特別講 剛剛那個洪一大哥在問 因為柯P是個咖 美國眾議院來台灣要看 中英外交委員會 要看的是誰 看的是馬英九 看的是蔡英文 看的是朱立倫 這兩個是黨主席 一個是總統 還要看的一個叫柯P 因為他有未來性 他有未來性要做很多事情 當然都很好 很OK 我也覺得連開宅可以這樣子 開放的去處理 可是可不可以細緻一點 因為大家要將心比心 好不容易存了錢買了一棟房子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不可以用細緻一點去溝通 今天你看到的就是林宗明 林宗明一出來 就是在那邊喊說台北人瘋了 然後就說人家要開個小門 後面就把整個戰火就提出來 點出來了 大家要講不是平跟富 是中產階級跟剛剛講的 對於貧窮 他會覺得身上有個 窮人跟中產階級在鬥爭 對 就覺得現在很酷 小平看不起大平 對 沒錯 這就是一種歧視 其實台北連開宅都弄得很漂亮 而且你知道每核四的人 難道沒有貸款嗎 有啊 90%以上都貸款 誰買房子不貸款 對 口現金買房子 台灣有幾個買房子 可以不用貸款 沒有 昨天央行公布了 很快男子自己說的 只有28%的人都貸款